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沐阳 四中全会公报中有一段关于香港的内容 说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这个描述引起了不少的猜测 认为中共可能要重推23条 要在香港就国家安全立法 政大人们揣测纷纷的时候 11月7日中联办官网表示 要深入思考如何通过完善制度体系 更好推动香港一国两制 前中联办法律部长王振民前天公开呼吁 说港府应该完成国安法的立法程序 山雨欲来风满楼 说来就来 中共开始为国安法造势掌风了 四中公报用了800字篇幅 专门论述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的制度体系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 中共还嫌不够明白 计划派人到香港去宣讲四中决定 不过中联办很自律 已经先行做了传达学习贯彻 中联办官网表示 香港正面临着最严峻的局面 要证实香港原有治理体系存在的缺陷和不足 支持香港不断完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中联办并没有说明原有治理体系 有哪些缺陷和不足 法广认为 这是在暗示 香港应该尽快为基本法23条立法 并且要为香港的三权合作创造条件 将管制权给予港手一身 中联办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 但意思表达得非常清楚 这是迟早要做的事 中联办没有明说要推动这个23条立法 但是前中联办官员已经开始摇旗呐喊了 王振民对《南华早报》表示 说香港主权移交20多年了 仍然没有完成国家安全法的立法过程 他说 依照基本法第23条规定 港府必须实施自身的国安法 王振民认为香港已经病了 他说如果这座城市不愿意接受治疗的话 将会崩溃掉 所谓的治疗 这个中共鸡血官员可能是认为 就是在香港要推进官法 用中共的法律体系去管控香港人 把香港变成大陆的城市一样 收窄香港人的自由空间 彻底剥夺他们的权利 让这些香港的民众像大陆民众一样 即使中共再打压再杀 他们也不敢发声 中联办和中共的官员 鼓劲扬风 但是港首林郑月娥返回香港之后 似乎还没有明确说什么 不过林郑在6号 见过负责港澳事务的 中共副总理韩正 之后对媒体表示 说当前的香港社会纷乱 此时推行23条立法挑战大 另外他在上个月16号 通过视频发表施政报告当中也表示 香港主权移交之后 港府曾经一度推动23条立法 但是引起很大纷争 他说处理23条立法 需要审时夺势 但不会避而不用 林郑当时表示说 任内重推的机会是比较低的 林郑的意思可能是 眼下香港民众正在抵制中共 反极权的民主抗争运动正如火如荼 如果在这个节点上再强推23条立法 那担心可能会引发民众更大的反抗 林郑的言外之意是过过风头 最好做完了这一件特首之后去做 他认为那个时候 民众反极权运动可能已经平息了 再推也不迟 林郑想的没 但这是中共的想法吗 中共已经迫不及待了 大家知道林郑与韩正会面当中 中联办主任王志民陪同在座 就是说很可能韩正是给中联办和林郑 下达了中共高层的指令 香港近回大学高级讲师吕炳全认为 韩正主要就是给林郑下达指令 他对法广表示 四中全会对香港的政策 明显是收紧对香港的管制 特别是国家安全上 他认为要有执行机制 而林郑是很快就要退场的特首 北京想用尽他剩余的日子做肮脏任务 等着新港手上任之后不需要背负太多的黑包袱 大家知道中共有一个特点 民意越差品行越差的官员 他用的越起劲 因为强推送中恶法 林郑的民意现在已经低的是 创下了历任特首之罪 只有二十几分 也许林郑不想再重推恶法 以免惹出更大的事端 可是她的主子不这么想 反正你已经这么坏了 再多做一件恶事也无所备 用老百姓的话说 反正你也是该死的人了 就把所有的骂名都顶了吧 就是说 中共是很可能在背后作祟 促使林郑要推动23条恶法 但她却要扛下所有的罪名 这就是林郑的悲哀之处 她已经完全不能自主了 被中共架着 身不由己地跟着中共的节奏动 但是人们看到的 更多的是林郑在跳梁 不过纽约时报指出 尽管选举法确保香港立法会 由亲共议员来主导 但他们在有争议的安全立法上 有可能摇摆不定 一项亲共的叶刘淑仪就曾经表示 推动23条是中共领导人的 一个心头大事 但这不是一件很快就能发生的事 基本法专家贾听斯指出 制定涉及重大国安罪行法律的权力 在香港立法会议员身上 中共就算禁止立法 也必须要经过香港的程序 除非中共宣布香港进入紧急状态 但是这可能引发更大的抗议 下半大学香港问题专家魏磊杰 他也认为港府和立法会议员们不愿意使用 第二十三条 这条路被堵死了 阻力重重 他强调如果香港进入到紧急状态 那么香港的局势将不可收拾 中共想推恶法阻力重重 那这次如果强推的话 会不会重演2003年那一幕呢 毕竟这个骂名太大 谁都不想背负 谁也背负不起 也正因如此 香港中治秘书长黄志峰认为 林郑再怎么受中共的摆布 也逃不掉被北京造废 中共对林郑的政治忠贞并不放心 黄志峰强调 港府一天不设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一天不制止警察暴力 一天不改革选举制度 国际社会对港府的管制能力 就会越来越质疑 好的 感谢您关注新闻看点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